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笠同学 今天呢 是要煮大杂蟹给我们吃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大杂蟹吧 就刚开箱的时候 它这个是这一层 编织带 编织带套在这个上面 套在这个外面 然后打开编织带以后 我以为打开这个就会是螃蟹 就活的螃蟹 啊 没想到打开以后是一个这个 这个瓶子在里面 这在里面我以为 我已经能改造到螃蟹在洞了 当时开的时候 哦 还在洞吗 对 当时以为我们把这个打开以后 然後就是能看到活的螃蟹了 我們現在打開用還有一層 一個袋子 一個袋子 那裡面還放了什麼 裡面就是有冰袋 哇 就是兩層冰袋 哇 然後就是有十隻螃蟹拍在這裡 好像其實中午的時候已經到了 然後已經到晚上的時候 對 它那個放在哪裡啊 就是 它放在冰袋裡面 它是跟這個一起放的 哇 好酷喔 真的是 螃蟹額外忍受了幾個小時的 然後它就可以看到螃蟹在這裡 等一下要吃大 媽媽現在還在 媽媽現在還在吐包包 楊城湖蟹歷來被稱為蟹中之冠 這與楊城湖的特殊生態環境有關 楊城湖湖面開闊 水域百里方圓 水質清純如淨 正是螃蟹定居生長最理想的水晶宮 所以 楊城湖蟹的形態和肉質 在螃蟹家族中大大的與眾不同喔 大家知道螃蟹啊 要怎麼分工的母的嗎 其實有這樣的應該是工的 為什麼它肚子 ele seed再來 Essential 對比一下是比較圓 不是,它這個肚子有的形顎 這個中間這個 對 哦,所以这个是公的,这是母的 对 我真的太久没吃螃蟹了 对,它这个绿标就是阳湖 阳村湖阳湖阳的 就是可能就是品质没有红标那么好 红标就是类为一样的 所以红标是更好的吗 对 哇 还有黄标吗 所以现在要先清洗这个螃蟹 我再刷一下 大概把它挖回去刷一下 我感觉还挺干净的 但我感觉浸来后好像就很干净了 刚刚在水里面涂好像也没有涂出什么沙子了 感觉他们已经涂了 已经涂了差不多了 对啊,感觉挺干净的 隔水蒸大闸蟹有五个步骤 第一,将大闸蟹清洗干净 注意不要把绳枝解开 第二,锅里加入水烧开 第三,大闸蟹肚皮朝上放置 加入一些姜片蒸15分钟左右 第四,生抽 大闸蟹蟹处倒入碗中拌好备用 第五,开吃啦 大闸蟹肚皮朝上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蟹黄就不会溢出来了 不解开绳子是大闸蟹活的 热水下锅解开绳子的话 它会挣扎 那么蟹脚就会全部断掉 可以在调料汁里加一些姜 但是不建议加大蒜 因为大蒜会抢大闸蟹的味道 如果是水煮大闸蟹的话 也是有五个步骤 第一,将大闸蟹清洗干净 注意不要把绳枝解开 第二,锅里放冷水 第三,大闸蟹肚皮朝上放入锅中 加入黄酒、生姜、盐、水开后再煮15分钟 第四,生抽大闸蟹蟹醋倒入碗中拌好备用 第五就是开吃啦 而大闸蟹冰箱保存的方法呢 是要将捆好的大闸蟹 直接放入冰箱的冷藏柜里 注意不是冷冻哦 那温度呢 要保持在5到10度 最好上面再盖一条湿毛巾 那么大闸蟹的腿捆绑 减少它们体力的消耗 吃的时候 先挑选活力不足的吃 活力煮的大闸蟹呢 可以再继续储存 我也好好奇大家都是真煮大闸蟹 还是水煮大闸蟹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 欢迎转发按赞留言 那就这样啦 拜拜